第二十三章 玄缘一流 单独一对一 你们谁都奈何不了我 为了这神木竟然联手围攻我 你们的无耻真是让我震惊啊 元澳之主横冲直撞 在无尽的空间浪潮中 撞碎一块又一块巨大且超高速飞行的空间碎片 同时还肆意咆哮怒喊着发泄着他的怒火 然而即使在愤怒 凭黑咒创始者对一方时空的掌控 凭金角之主施展的巅峰领域类至宝无尽光寓 二者结合 灵元澳之主速度很慢 后方的黑咒创始者和九大势力的宇宙之主们 浩浩荡荡正迅速赶来 骂吧 现在就骂吧 马上就陨落了 可悲的家伙 能怪谁 独来独往 他怎么知道奇物是不能带入原始宇宙的 当他先认主 又带入原始宇宙 便注定了这结局 后方的宇宙之主们或是吃笑或是怜悯 就连罗锋也是暗自摇头 一位宇宙诞生时期便迅速崛起的宇宙之主 即将便要这么陨落了 罗锋摇头 冰封之主则是传音道 就算宇宙海中出现的奇物都极少 数量和至强制宝数量相差无几 就是我 也是当年老师告诉我 我才知晓这奇物是不能带进原始宇宙的 在场这些宇宙之主 怕有不少也是因为这次的事件 刚刚知晓奇物的秘密讯息 那原傲之主不知道 不奇怪 是啊 罗锋暗叹 若是他知道 就不会这么做了 怪谁 只能怪他命该陨落 冰封之主冷漠倒 罗锋暗叹 像天生八大兽神 各个天生便是宇宙之主 可天生兽神全身都是宝 刚开始宇宙各大势力的强者数量少就罢了 带得无数族群的强者成长起来 自然眼馋 就仿佛群狼一拥而上 八大天生兽神便被分食了 像血云殿主为啥会被围攻 一是他本身疯狂 二是没足够背景 反而像罗锋 即使是一招灭杀六千多羽雷尊者 可他乃是鸿蒙的 又有祖神教支持 那三大联盟只能咬碎牙齿 往肚子里面咽 若是一个独来独往的宇宙之主 若是敢这般大肆屠落 三大联盟肯定会发疯围攻 背景 对坐山客 星空始祖 巨斧创始者等而言 是负担 可对罗锋等一些宇宙之主 却算得上是靠山 没靠山 就如圆傲之主因为奇悟 遭到原始宇宙排斥 连祖神教都率先围攻 宇宙最强者出手击杀 都不会受到惩罚 各方势力自然不会手软 连有祖神教荡靠山的八大兽神 都会被全部干掉 可以想象 各大势力若真的眼馋疯狂起来 那得是何等场景 这也是坐山客 让罗锋别急着暴露星辰塔的原因 来吧 来吧 要杀我 我也会拖几个一起死 元傲之主撞若风魔 疯狂撞碎一个个巨大的空间碎片 不停发出咆哮 就仿佛丧家之拳 在做最后的挣扎 令后方追杀的众多超级存在们 都或是暗叹或是冷笑 无尽光芒笼罩周围巨大范围 而后方追杀的一群超级存在中 速度最快的黑咒创始者 已然迅速逼近 黑咒 元傲之主朝后面看了眼 不由更加愤怒 放弃吧 巨大的金色火焰人影 发出声音 做梦 元傲之主咆哮 花 金色火焰身影迅速逼近 当罗锋他们等群宇宙之主 还在后方远处时 金色火焰身影便已经算追上元傲之主了 你逃不掉的 金色火焰身影忽然伸出一手掌 巨大的手掌直接朝前方挥打出去 轰隆 周围时空完全崩溃碎裂 只见一巨大的黑色手掌 破空飞出 这黑色手掌 足足有数百万公里高 同时黑色手掌中 隐隐有着无数星辰轮转 仿佛无尽星辰在其中 这一具大手掌 迅速变到了元傲之主的上空 想要杀我 就凭你黑咒也能杀我 啊 啊 啊 分灭吧 元傲之主 声音如雷声轰鸣 身体周围出现了巨大的火焰漩涡 璀璨夺目的火焰漩涡 疯狂收缩 完全聚集在那黑色神木上 黑色神木猛的暴涨 轰 无尽未能聚集于这黑色神木上 宛如通天之柱 黑色神木直接砸向那从上方拍下的 巨大黑色手掌 砰砰砰 只见元傲之主神体一颤 整个都猛的朝下方一坠 连神体都是猛的一颤 出现诸多裂痕 而后又迅速恢复 不愧是宇宙最强者 能一招湮灭我千分之三身体 元傲之主仰头发出疯狂嘶吼 如果单独你一个 没有其他宇宙之主帮忙 我要逃 你根本阻挡不了 如果我的铠甲再好一点 你也根本不可能这么伤我 金色火焰身影 却是接连又是一巨大的手掌拍下 所以甘心受死吧 巨大的蕴含着 无数星辰流转的黑色手掌 再度蹂躏着元傲之主 而罗锋他们也遥遥看到那一幕 也迅速飞去 恩 九优之主都能令其损失千分之一神体 这黑咒创始者 竟然仅仅令其损失千分之三 罗锋略一想便明白了 一是宇宙最强者施展出的威能 仅仅能够比九优之主的自爆攻击略强一筹 二是攻击方式不同 像星河之主和罗锋交手时 罗锋用星辰塔挡住那一招 那攻击威能先经过星辰塔的抵挡削弱 才传递到全身 黑咒创始者和元傲之主交手也是一样 黑咒创始者的那一巴掌 是拍击在奇物神木上 经过神木抵抗削弱后 才传递到其全身 九优之主的自爆攻击却不同 仿佛宇宙大爆炸 威能瞬间收缩 从四面八方袭击向元傲之主 元傲之主虽然用神木 让神木消耗了部分爆炸威能 其他剩余威能 依旧从各个方向侵袭元傲之主 神木仅仅能阻挡一方 却无法阻挡这种 从四周袭击来的无尽威能冲击 自然更能重伤元傲之主 九优之主 伤其千分之一 黑咒创始者 伤其千分之散 罗锋暗自点头 难怪有自信本钱 若是他有巅峰至宝中的极品结甲 恐怕损失会更加小 罗锋暗道 银河领主罗锋 冰封之主 明莲之主 金角之主 悬灭之主 幽魔之主 天狼之主 自魔之主 游南之主 燕帝等各大势力的超级存在们 在黑咒创始者压制那元傲之主时 便已经迅速包围了四面八方各个方向 放弃吧 元傲 元傲之主 你逃不掉的 一鸣鸣宇宙之主 在各个方向 遥看处于中央被蹂躏的元傲之主 呛 元傲之主狼狈地手持着黑色神木 道飞在虚空中 在无尽光芒束缚下 连道飞都迅速停下 他朝四周一看 咬牙切齿 独眼中满是疯狂 我刚刚得到奇物 如果再给我点时间 让我能够去换取更好的铠甲 或者换取更多珍贵材料 提高我的生命基因 就算黑咒创始者都难伤我 罗峰暗自点头 是 黑咒创始者得到奇物 使得攻击力达到了 九优之主 星河之主这一层次 可是在神体生命基因上 在防御铠甲上 都要差上一筹 使得防御明显差很多 就算你得到再好的铠甲 也反抗不得 金色火焰身影再度而来 同时发出鹤声 冰封还不拿出至宝来 冰扇 远处的冰封之主一声冷鹤 猛的就是抛出了一座通体晶莹的宫殿 只见这宫殿迅速变大 一瞬间就变成了一组 有上亿公里的巍峨宫殿 整个宫殿上有着无尽密纹雕刻 散发着古老的冰冷气息 看 冰封之主喝道 哗 那古老宫殿的殿门轰隆 开启 只见殿门中一片黑暗 一股无比强大的吞吸力量 瞬间便作用在了元傲之主身上 这乃是巅峰阵风味至宝 由冰封之主催发 微能之强 就算元傲之主也感到神体一次次晃动 想要镇压封印我 元傲之主体表神力燃烧 竭力抵挡着 同时嘶吼着朝四面看去 此刻的元傲之主就仿佛最疯狂的孤狼 他已经到了生死存亡时刻 不主动进去 我便送你进去 金色火焰身影道 同时又要挥出手掌 黑咒创始者 元傲之主咬牙切齿 似乎很是不甘 喊道 你帮我 我将黑色神木直接赠予你 黑咒创始者忽然停下了 黑咒 黑咒创始者 九幽之主 金角之主等不由开口 似乎都恼怒了 黑咒创始者发出叹息 元傲 我不帮你 我一样能得到黑色神木 只是损失些其他质宝罢了 可若是帮了你 等于得罪原始宇宙各大势力 我 我 元傲之主独眼中满是疯狂 看了周围一眼 咬牙道 我还有一宝物 那早已陨落的宇宙最强者 玄元遗留的一份残土 清风界残土 什么 玄元遗留 清风界残土 包括黑咒创始者在内的在场 其他所有超级存在都震惊了 罗锋也震惊了 他不认识玄元 却被早已陨落的宇宙最强者 这几个字给震住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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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那 是 是 现在 自己 写 自己 想 吃 吃 吃 感谢观看